共有103宗經核酸檢測陽性個案 另外昨天共有125宗經快速抗原檢測陽性報告 昨天香港共有228宗陽性個案 昨天的個案中有16宗輸入性個案 昨天下午收到兩宗新增學校情報個案 涉及兩名學生 他們都在同一間學校同一班裏 他們在昨天下午的樣本 快速抗原檢測的樣本是呈陽性 兩人最後上學的日期是5月18日 19日和20日都沒有上學 在這間學校同一班裏 先前亦有一宗個案是在5月17日報告 這宗先前的個案 最後上學的日期是5月16日 同一天就開始出現病症 上午的樣本 發出抗原檢測的樣本都是陰性的 到下午就陽性 這三名同學全部都打了一針 他們的家人都不是個案 這班有33個學生 現時發現了三個個案 為了謹慎起見 我們都建議了學校做一個徹底的消毒 也建議這班學生 就算是今天或明天假期 都繼續做快速抗原檢測 首先就是蘭桂坊酒店 我們昨天衛生防護中心聯同基電工程處 屋宇處和香港大學原國勇教授的團隊 都做了一個調查 拿了15個環境樣本 發現有一個是陽性的 是在3304這間房間的廁所抽氣線拿到的 另外有一個樣本是不確定的 也是在3304這間房間的空氣清新機拿到的 為了謹慎起見 我們已經安排了酒店的所有員工 以及現時還住在酒店裡的客人 在今天做一個核酸檢測 另外我們也會跟隨先前在5月7日打後 曾經在相關的房間 即是有風險的房間 曾經住過的客人 如果他們離開了酒店的話 我們也會跟進他們第12天 強制檢測的樣本 暫時未發現新的陽性個案 關於宏絲和上環的 坦仔三哥米線的群組 在5月11至15日課程的學生和職員 新增有四宗個案 全部影響了學生 包括一名53歲的男士 他只是在5月15日晚上出席了一個結業禮 他在5月17日發病 5月18日的快速檢測是陽性的 另外有三位同學 他們分別在5月18日至19日期間發病 他們在5月13日 這三位同學都去過淡仔 三個人都在5月19日快速檢測是陽性的 累計目前在宏絲群組中 共有21宗個案 我們都拿了20個環境樣本 當中發現在班房的氣候的樣本是陽性的 發病 故事 周圍 展示 digging 絲 題 混